剛煎好的現烤青魚 搭配三樣菜澎湃青魚便當 只賣60元 買的人是物超所值的 我們做的人是虧粉的 魚呢 魚一片要 市價現在一片要75塊 那你用半片的話 等於是30塊好了 那你那些青菜就不值了 全球將面臨糧食短缺的問題 現在加上疫情 氣候變遷等多重因素 肌餓問題持續惡化 為了達到零肌餓的目標 農委會發行了60元的青魚便當 每天限量1000個 北北基同步開賣 雖然是60塊便當 但是我們實在絕對是最棒的 本港的青魚有金瓜有洋蔥炒蛋 這一切都是營養價值相當高的 我們為了提升這個營養度安全度 所以我們很用心很細心的 去評估每一道菜 我們希望買的人吃得安心 吃得健康 進入區域會散食房 一大早工作人員忙進忙出 有人炒菜 有人盛飯裝便當 中午12點準時在門市中心開賣 就有民眾已經在排隊 划算肯定划算的 不知道味道怎麼樣 外面一個便當都多少錢了 都七八十塊 這個60塊 這個很便宜 還滿棒的 外面食物沒有那麼營養 不妨買到營養的 價值成分那麼高 所以特別來買就對了 對 便當裡的菜色 有菜有洋蔥炒蛋 只有銅板價格 卻不輸給外面的一般便當 再到重點的青魚 使用肌肉在地食材 要讓國人吃得健康又營養 這個便當價格60塊 真的是超平價超愛心的 我們現在只是在示範當中 台灣響應聯合國零肌肉的目標 推出了60元幸福便當 要讓農民、漁民和民眾 在疫情期間都能夠達到三贏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